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飞铁一分钟 表弟昨个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突然腿就抽抽了 利索了立马出门买了瓶盖片吃 一看就是妈饱 妈说什么信任吗 抽筋一般都发生在夜里睡觉 或夏天吹空调的时候 而且抽的大多是小腿肚子 这是因为躺着的时候 整个脚掌会朝身体反方向倾斜 腿上的肌肉本来就崩脏 再加上老不动弹 温度低 血液里维持肌肉力量的能量 很难流到离心脏较圆的腿上 可不就抽抽吗 除此之外 要是你经常拘裂运动 肌肉很容易因为能量供不上来就抽筋 或者肌肉过度疲劳 导致肌纤维锻炼 为了修复它们 体内释放的原型因子 会把其他细胞吸引过来 这对肌肉的刺激可不小 抽筋也就来了 至于缺钙 的确会让肌肉变得兴奋 稍微一动它就抽 但你要是把抽筋 都怪到缺钙上就错了 像那 假 没等电解质 缺了谁都可能会抽筋 最后太多 语速很快 嘚嘚嘚嘚没完的 容易嘴抽筋啊 老子就是要以 训练不尽眼道理而想 叮当人不让世界充满 哎 你没商量量赢 我哎 你这是 把话说完